影视剧中的铁面硬汉 生活中竟然是个十足的女儿奴 这个手机每天都是他的脚本 我以为我是一个蛮严格的父亲 我发现对着女儿呢 什么都OK OK OK 今晚非常近距离 柔情铁汉 任达华 任达华195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影视演员 自1979年出道至今 任达华共出演过近300部影视剧 曾经参演的《激动部队》 《岁月神偷》 《杀破狼》 等多部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 并屡获大奖 2019年任达华参演的 《激毒题材剧》 《破冰行动热播》 任达华参演导王犬题材电影 《小Q》即将上映 欢迎达华 华哥你好 谢谢 大家好 大家好 华哥 我最近看到 《破冰行动》这部戏 然后我看媒体特别的关注 尤其是您在这个戏里的演技 我挺想问一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您老去演电影 我打开电视机的时候 我说华哥怎么演电视剧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其实他们先给我看那个剧本 那看完剧本 我觉得这角色很好 完了之后这个题材很好 它是一个很静能量的电视剧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我们应该像一些前线的 《激毒品》去寄进他们 那我就介绍了这个戏 《卧底》这种类型 您演过吗之前 也很少 在香港包括电影也很少 您演这个决策的时候 您觉得什么是最难的 在塑造卧底的这个决策的时候 其实觉得蛮困难的 我拍之前有很多个十万个为什么 那我写下来了 十万个为什么 对 把那个白纸我写下来了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为什么就从而可以得到 很多不同的背景 还有这个地域也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世界那么大 有时候在西边生活的风势不一样 刚好这个戏刚好是发生在南方 那我也要把南方的一些东西 放进去我戏里面 比如呢 比如吃 比如讲话的这个语气 对 从来就把这个所有的角色 做到更立体 我看到一篇文章 您是在眼神上下足了功夫 我们能请教一下 就比如说您跟毒贩在一起的时候 您觉得整个在眼神 在肢体的设计上会是怎样呢 跟那个毒贩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眼神就是 会有时候很有信心 告诉他我要买毒品 很有 眼神很有信心 对 还有坚定的 完了之后呢 还有充满那个笑容的 这个笑容是带给他这个信心 我是给你做生意的 我这个人 首先为了钱 有钱我什么都能做 什么都能干 这个就是演员的功力 所以您这里面就是 还有父爱的角色 碰到儿子的时候 又要另外一种眼神 另外一种眼神 这个这个眼神是最难言的 是因为他对儿子那种父爱 不是每天都看到 完了就是二十年 第一人看到他的时候 又充满激情 但是又不能跟他说 我是你爸爸 又不能直接跟他说我是我的 这个在恐慌当中 但是又带有一份爱 所以我其实就跟大人说 我们不如不把那个 后面那个对白不说了 其实我觉得平平淡淡 明白 跟他说你好 一句话就是你好 完了就等观众 专注力再看你们两个 说什么对白 结果一句你好 就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 谢谢